作為一個用地化設必要性及民眾參與地獄呢 來評估變更後的分區類別與長度 是否為路線型商業區以及地區型商業區 這部分我們檢驗局跟搬擾局共同有回應在下面 首先呢因為本國人使用來講的 土地的價值還是到其他路程的特性呢 而且我們出入口就必須要使用到一樓的空空間 也因此這樣所以檢驗設施用地取得方式呢 我們就一定要有一定的一個強制性 所以無法採用聯合開發時 需以徵收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採用聯合開發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用徵收的方式來取得 所以聯合開發地區的一個基地 土地使用分區名稱呢 必須就要跟交往地來做一個區別 那聯合開發基地的名稱的分區的名稱呢 是我們在辦理新莊縣台北市段 都就要用的時候呢 經都委會的實議決議 叫它定為聯合開發協決 後續呢我們松山縣新一縣呢 松山縣新一縣都一直在沿用 而且配合大眾檢驗系統土開辦法的一個修正 所以我們也將分區的名稱 調整為土地開發區結 這是我們目前用土地開發區結的一個原因 那至於說可不可以檢討作為商業區呢 在使用項目來講呢 增加土地開發區結開發後的土地使用效應呢 來促進混合使用再用地區使用發展 這個計畫已經在開發大樓地面的一二樓 需供商業使用帳目的一個都就要說明書裡面 至於強度方面來講 在工展期間 民眾成績建 大部分都建議說希望能夠提高基準容積率來為主 但在目前土地開發區結實使用期間 系比照第三種住宅區辦理基準容積為225 建幣率也提高到50% 但是依照本府84年9月27號的一個公告修訂台北市主要商業區動販檢討計畫案的規定呢 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後 基準容積率應依原始用分區規定辦理 也就是說依照目前的一個規定 就算我們這個地區的名稱改為商業區 它還是要以原始用分區的一個容積來做基準 至於說R04結一的部分 美車用地因為權署複雜 有四種類型的用風地的權署 它的權力價值啊 要經細算成得以提清 像說繳交地價稅價金啊 變更後的房價提升等 是不是都應該要納入來做試算與說明 我們按照目前捷運工程來辦理徵收或是協議補償 土地房屋作建 都是按照土地房屋的價格來分別辦理計價 那補償對象呢 是為以依法辦聚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 或該建物事實之處分權人 如涉及施權糾紛呢 需要有法院判決者呢 當以法院的判決為準 那本府辦理建議工程用地地上路查 固的一個補償 也是依據我們台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制條例 以及台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制條例 執行細則 這個規定呢 按個案情形來辦理 查定建物的補償 包含違章處理 令建物如果符合規定呢 分別給予安置費 就是所謂的行政救濟金 人口頒簽補助費 營業損失補助費 自動產權獎勵金等 也會依相關的規定來辦理 那土海基地中呢 所有權能 土地所有權能 參與聯合開發後 封回的權職呢 其所有權能所提供土地 及權職總額大小來決定的 所以有關這個地價稅及變更後房價 非屬地主參與聯合開發權益分配的計算部分 而且變更後房價 因此設計規劃定案後 審卓當期市場行情呢 才可以具相關的評估作業 所以針對住戶交地價稅的價金啊 或變更或房價提升呢 那納物失算呢 確實是有自然感情的地方 然後 是來 謝謝 謝謝 謝謝